到年底了,不如做一個盆菜跟大家分享一下 煮盆菜當然有盆口鮑魚 8隻莊,148元,街寶買 買了鳳尾蝦,60元,55.8元 用來茄汁蝦就這樣吃了,不用剝殼了 買了幾隻蠔,買了6隻,今天收我48元 OK啦,不大不小,買了幾隻雪藏帶子 買了8隻,42.9元,街寶 照做吧,麥魚丸,百佳買了30元 10多粒,我用8粒來用 甜蚊冬菇,我做過了,8隻,90元 心水埗,70元都有 底菜,豬皮來的,豬皮處理過程 我做過給大家看,現在就有用了 一間放水就可以了,蘿蔔底,最主要 4蚊雞,這個蘿蔔,魚肚,又是剛剛拍了魚肚處理過程 又是溶番雪就完成了,基本上 這盆菜有很多雞雞鴨鵝鵝鵝鵝的 這個譬如,豉油雞,我都會做的 不過,如果你做出一個盆菜 太複雜,令到自己很煩憂 那不如去買這個叉燒 在快餐廳買,51元的半斤,多漂亮啊 這個豉油雞,3元半隻,我叫它斬 這隻鴨來的,是72元半隻 那我當然跟它說,喂,我做盆菜,給它斬好一點 你自己做都行,我都會做,叉燒,切雞這些 這個鴨我就不會燒了 就是簡簡單單,跟大家分享 首先,把所有急凍的東西 豬皮融雪先,魚肚融雪先 你一堆就行了,大帶子 都放進去融雪先 這個鳳尾蝦,用來茄汁的 不用那些虎蝦,也是融雪 八爪魚丸,也是融雪 等它慢慢融雪先 好了,現在的盆菜,首先做冬菇先 這個甜冬菇,其實我已經有獨立片拍了 甜冬菇 燒紅油,爆冬菇 放兩顆冬菇,放兩顆冬菇 放兩顆冬菇,甜一點也不要緊 放些水,放些蠔油 放些蠔油 就是這麼簡單 你隨意蓋開,煮滾了,慢慢收細 這樣切,轉動切就好一點 我告訴你,蘿蔔我做過很多 譬如蘿蔔魚鬆,蘿蔔糕,蘿蔔餅 那些也是想像龍虎榜 很開心 放進這個鍋裡 煮一煮,浸一浸 少許鹽,蘿蔔魚鬆就是這樣浸 它滾了之後,關火浸就行了 其實根本 讓它披披苦澀味 好了,冬菇已經燒好了 它還有一些汁,我們要的 因為一陣子的盤菜其實是需要有很濃烈的汁 豬皮和魚肚 我差點說錯了,花膠 都要炆一炆 少許鮑魚汁 因為有些燒味,不要太濃烈 或者加一顆冰糖也可以 好了,現在就這樣炆一炆 解凍的 八爪魚丸,麥魚丸這些 洗一洗 筷子,解凍之後 就是這麼小顆的 鳳尾蝦 沖乾淨水 一會兒要來 茄汁 你們如果喜歡一隻隻的 那些,虎蝦也可以 但是我們喜歡 懶啊 因為不想剝殼 所以我們用鳳尾蝦 先把豬皮夾去 因為一會兒豬皮是放在底 看底的,我們基本上 就不是這麼快吃到的 所以它一會兒在醬汁 它還可以濃烈一些 而且它會軟一些 但是反過來 魚肚就會很快就吃了 所以要炆軟一些 在這裡 用鮑魚汁 我剛才也加了一粒冰糖 沒什麼所謂的 先夾好豬皮 對 魚肚 都很香 因為真是好東西 現在就加上這些 麥魚丸 圓粒粒的下去 有些耳頭的 讓它先煮熟 基本上煮滾了就可以夾起了 麥魚丸炆好了 關火 先夾起一碗 再跟大家說 處理的蠔 帶子 蝦 處理完就可以做盆菜了 現在先放些油 先放些油 剪少許粉 不要太大火 滾了之後 收回小火 收回中火 少許 不用急 不斷煎一下 放在邊邊煎就可以了 放在邊邊煎就可以了 對 對 等它因為 如果你越煎久 它就越收得細 對 一隻都這樣 掩一下它 嘩 我買了六隻 OK啦 因為其實很多東西吃的 好了 現在反了 這些蠔六隻 放些豉油 少許 又可以上色 OK的了 熄火 這樣就夾起來了 預備一會兒又鋪切了 好 夾好 再跟大家說 上一上粉 上了粉 慢慢 下火的時候 先關小火 怕它會快熟 這個大概是炸的 炸大籽 其實很快熟 希望它不要太快 現在鎖了面子 就可以開大籽的火 OK了 熄火 再煎下去 就沒食物了 好了 平一點油 今次做茄汁蝦 生粉 這些瀝乾水 我多一點生粉也不怕 我要上焗多一點粉 因為待會我做茄汁蝦 是很需要它這個有粉 待會一堆堆吃 很開心 他們比剝殼 小朋友就是這樣 以前做盤菜 一隻隻蝦 在剝殼裡也吃不到其他 蝦已經炸到它 起泡泡脆了 用這麼多油 當然要先倒油 現在的時間 倒些茄汁下去 多一點也不怕 把茄汁放下去 剛才的蠔 醬汁就是醬油 這是茄汁味 茄汁蝦 又有酸又有甜 這個鮑魚 他說八隻 先煮醬汁 這麼細隻 先煮醬汁 加少許水 剛才我炆了冬菇 醬汁 先加些 現在把鮑魚倒下去 就這樣煮醬油 就可以了 因為這些鮑魚 就這樣吃都可以了 因為已經煮熟了 不用煮這麼久 把它夾出來 八隻而已 不用再說 現在就說了 給大家聽 把醬汁倒進一隻碗裡 開始盆菜設計了 好 現在做盆菜 盆菜現在做了 這個真的是盆菜 以前在快餐店的老朋友叫我 訂一個 那我就訂一個 挺好的 有這個底盆 在街上有賣的 買一整個水 不要緊 盆菜 基本上就是蘿蔔豬皮底 我當然不會反傳統蘿蔔豬皮面 失禮死人 現在已經不是說 蘿蔔豬皮 這個底 這麼大 如果多了 就少一點 不要緊 蘿蔔豬皮 手一定要洗乾淨 好了 大家 你認為怎麼擺呢 教我 我都不太懂的 擺什麼好先 擺這些先 這樣嗎 這個都可以 那我就擺了 媽媽說擺了這個 雞叉燒鵝先 看看是不是這樣擺 錯了就糟糕了 小心點 雞叉燒鵝 一層層 一層層 對 下一點點 下一點點 好 梅頭 這些是梅頭叉燒 因為都 老友的 坦白說 好 給面子 樣樣有些 好了 那這裡怎麼搞呢 對 盆菜 慢慢擺乾 有雞 有鵝 對 接著呢 魚肚了 魚肚 這個魚肚 OK的 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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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如我們今次 對 因為待會會下汁 OK 這樣好些 對 應該是麥魚丸 八爪魚丸 OK的 OK的 這樣呢 即是有一個取奇的耳頭 對不對 對 這個雞腿最重要是讓人們看到 因為你 你要告訴人 有雞 可以的 對不對 好了 接著是冬菇 對了 叉燒可以過一點的 對了 冬菇 鋪得很漂亮的就可以了 八隻 沒有所謂的 OK的 都幾多東西吃的 其實 對 放多少都可以的 這些這麼小的 當然放在底 對 就算現在你去 怎麼說 去那些地方那裡 外面的地方都差不多 好了 我現在呢 放些帶子 這些 炸了的帶子 其實 都是差不多 你喜歡怎麼擺 這個設計比賽來的 其實就是 其實就是設計比賽來的 說真的 帶子 好 接著呢 就放些蠔 蠔都幾好的 不錯的 對了 應該是放汁的 懶靚 樣樣都見到一點 就可以了 其實 開開心心 一家人呢 去到年尾的時間 其實呢 去快餐店叫過就可以了 那些 三九九五九九 當然就沒有這麼多食物 對吧 那現在呢 就放這些了 這些蝦呢 很喜歡吃的 你不用放光的 為什麼呢 吃完再加都可以 對吧 這些蝦很好吃 對了 你先放些 很好吃 現在我也想偷吃 好過一隻隻的 煮得來就煮好 好了 最後了 這個當然是 懶威那樣 說這隻是騙人的 叫它回水 叫它 這麼小隻的 哎呀 如果有得開 開了來看就好了 慢慢排上去 靚靚的 這是什麼鮑魚來的 這麼有趣的 小小隻 這個盆菜就已經完成了 都好像幾好樣樣樣 雖然雞鴨就在底部 吃下去都可以的 我們現在先拿出去 拿出去再跟大家說 好像挺漂亮的 這個盆菜出來了 剛才那個醬汁呢 現在呢 因為底部沒有水 要倒下去 倒下去 倒下去 然後開爐 開一點點爐 是 對 慢慢開小一點 這個盆菜很特別 很家庭式的 一般來算 我們的燒尾 我就去買 油雞我會做的 不過呢 其實我有看的 我沒有了 我買了 半隻油雞 半隻鵝 半斤叉燒 對了 冬菇自己炆 甜冬菇 我經常炆的 那麼呢 就 有這個蝦 這個是鳳尾的茄汁蝦 其實一隻一隻都可以的 那就是茄汁蝦 不過要剝殼吃 這些不用了 整隻拔著尾 一吃 很開心的 有這個 八爪魚丸 大家開開心心 那 有幾隻這些蝦 幾好 肥嘟嘟的 真的不錯 待會你 炸了帶子 挺有趣的 有味 主角就是鮑魚 鮑魚都沒有是盆菜 幾百元那些 只有 折掛什麼 這個是我自己做的魚肚 現在水流都滾了之後便可以吃了 魚肚 底部便一定 基本上是豬皮蘿蔔 這個可以的 待會是滾起來的時候 便很漂亮 這些是普通家庭式的盆菜 都希望大家可以試一下 成本 你說便宜又不是便宜的 但是現在外面的東西很貴 這個可以的 多謝大家